山林崩 九 还可哭 石可烂 江山怎么就能千秋万代呢 四季草木尚且轮换 大碗总姓周 她不腻吗 庄王此时性质颇高 大碗动荡 南鼠姑且不论 处于北厉必定按耐不住 玄影山为了挽回明星 想必也巴不得外敌进犯 当年周坤盗走心魔 才挑起玄影内乱 做儿子的 这回孝顺他一次 免费教他怎么空手影一场仙战 诶 对了 你别忘了 问西师庸那小子跑哪儿去了 白令默不作声地 取出白玉咫尺 暗叹了口气 这就是天生的乱世妖孽 仿佛传说中龙李所化之子 见漫天烽火才肯一笑 林大师手作的护心莲 不见得有一场流血冲突 占他的精神 可谁又能苛责呢 反正白令这条命是他的 他要成仙 就做灯仙石 他要成魔 就做弑魂灯罢了 庄王看了他一眼 叹什么气 白令低声道 只是觉得乱世将起 名声多尖 庄王笑道 南北运河通达 腾云交嫁务而行 名声就不奸了吗 不奸 哪来的这场动乱 白令犹豫了一下 说道 殿下 既然玄宇山 不敢与明院相抗 殿下为何不干脆自己出面 为明请命 亲自带着他们讨回公道 也免他们被那些邪罪利用 我为他们发生情愿 他们自己干什么去 我带他们讨回公道 我难道知道 他们要的公道是什么 庄王淡淡地说道 我不知人苦 人也不知我愿 你说名声多尖 尖在何处 你过过失业劳工的日子吗 既没过过 也不过是冷眼旁观 以己夺人 为何要阅祖带袍 凭什么要当别人的救世主 难道他们是羊 不是人 白令哑口无言 就算他们宁可当羊 我也不是羊官 我不过是 无度海底的一个魔物罢了 庄王磨缩了一下右手拇指 主妇试拥办完事 早点回仙门 这一阵乱 叫他不要在外面乱跑 白令一言低头写信 行吧 这魔物总算还有根弦 牵着繁星 西平差点把书翻散了 他将身边白骨 与书上的故人 一一对上 周夜 世宗第六子 周起 险宗二年 追封长平长公主 书上说 这位长平长公主 腰折时才八岁 所以树在那儿的灵骨 也是小小的一句 他双手撑在身后 吊着脚坐在一块石阶上 像是个还在调皮捣蛋的小孩 西平在他的颅骨上轻轻碰了一下 听见小女孩带着哭腔喊了一声娘 很疼的样子 他穿过那些人骨 无数残存的灵气 划过他耳边 他听见灵骨主人们 压在千丈海底 无人知晓的遗音 西平头皮快炸了 这都是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 肯定不是幻觉 幻觉由心而起 没有幻觉会生造出 他不知道的事 比他翻书解谜 终于他咬着牙 站在了那句名叫 周莹的海骨面前 西平小腿的筋 几乎隐隐抽搐起来 近距离看 他才发现 那海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 各少了一个指节 但这会儿 他已经无暇琢磨 这些细枝末节 周围所有书上 查得到名字的海骨 都是大碗皇室的早逝之人 而周家人 几乎是不可能跟祖宗重名的 但万一呢 万一三哥起名的时候 礼部疏忽了 毕竟那么多代了 或者万一以前 有哪位风流皇帝 生过没入过谱的私生子 他抱着最后一线侥幸之心 狠狠地在手腕上捏了一下 屏住呼吸 朝那海骨伸出手 探一探灵气就知道 他肯定会听见一段 不相干的遗言吧 谢完信的白令 忽然皱起了眉 咫尺上没有灵气涌动 也就是说 两块咫尺之间的联系断了 怎么回事 仙气损坏了 还是那位小爷 灵石又花完了 也不至于这么快吧 殿下 世子那边好像联系不上 庄王折了一声 败家不等天亮的玩意儿 又没灵石 可这话没说完 庄王突然像被人捅了一刀 右手哆嗦了一下 他眼前闪过西平那张 惊骇欲绝的脸 不知名的祭坛上 西平鼓足了勇气 抓住了那海骨搭在一边的右手 可是骨上的灵气 却没像其他骨上的一样消散 反而朝他触碰的地方流动起来 浓郁的灵气带起的光泽 让那股更像白灵雕塑了 西平没听见这句海骨上腹的遗言 他碰到那海骨的瞬间 周身灵感 骤然被吊至眉心灵台 在灵台上 对上了一双熟悉的眼睛 白玉指尺断了联系的两人 隔着一具白骨 灵感猝不及防的相撞 白令只见庄王方才脸上的闲事 荡然无存 一把捂住额头 他眉心隐约闪过一道明文 这不当阳光的魔物 瞬间降格成了凡人 几乎有些语无伦次的一叠声追问 你在哪儿 你怎么会在五度海底 一个人吗 你怎么进去的 西平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那端坐的骸骨脚下 三哥 那骨上盖着一层薄薄的灵气 会吸附周围盘旋的灵气 西平好歹是个半仙 在前修寺里也学了一些常识 他知道这是什么 只有灵骨才会吸附灵气 假如这具灵骨是修饰的 哪怕只是个开窍期修饰 也有开窍巅峰的修为 对于西平来说 是修为接近的人 透过不见光景 名字应该会模糊不全 然而悬在海骨头上的周影两个字 清楚的他想不看都不行 说明这是凡人的骨头 传说中的先天灵骨 像端锐大掌公主一样 悬饮山千年才出一个的先天灵骨 白令倒抽了一口凉气 柿子在无度海底 他又不是周家人 怎么进去的 庄王最初的震惊过去 立刻想起了之前 无端被触动的右手拇指 应该是拿了我一截拇指骨 白令说道 可柿子从小在您身边长大 与您因果甚度 他若是碰了您的铃骨 您不可能不知道的 是 所以那截拇指骨 之前应该在别人那儿 庄王思绪何其敏捷 飞快地连起了前因后果 灵骨被盗 而我不知道 应该是八年 九年前 与我切断与灵骨联系之后的事 当年你带走我一截指骨 盗骨之人应该是凭这个推测 一截指骨是能安全带离那里的 所以效仿了你 九年前 九年前 之前天际阁那个吃里扒外的总督 是不是就是九年前闭关的 白令惊道 他身上确实有那里的气息 难道 九年前大地震 在返魂窝一带勾起了罕见的海啸 我们打开无渡海封印 趁乱逃离 梁晨很可能是那时候阴差阳错地 掉进了无渡海底 借我一截指骨脱身 那指骨 后来应该是烙在了他同党手里 是用此去南矿调查斜碎余孽 正好对上 有那么一瞬间 清晰的因果线暴露在周莹眼前 他一时喘不过气来 只觉自己像被那些线缠住的小虫 好像无论怎样 都挣不脱恶毒的命运网 该死 王爷 白令一把扣住 他砸向墙面的拳头 庄王深吸一口气 迅速按捺住自己冷静下来 世庸 你仔细听我说 谁 西平打断他 声音尖色的几乎要刮破喉咙 谁干的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那地方不能久留 你回来 我再跟你细说好不好 听话 无渡海这会儿还没起风 趁现在 拿好把你带进来的那节止骨 回你进来时的地方 在那找一个名文 你记好了 他在西平灵台上 具象出一个名文 找这个 找到以后 用那节止骨穿过去 快走 西平没动 半跪着 抓着白骨的手 他目光没离开那海骨 表情有几分木然 问道 取风会怎样 现在好像也有风 这小子 从小好奇心就中 不满足 他绝不善罢甘休 庄王只好说道 不是这种威风 庄王 庄王语速明显比平时快三分 起风的时候 山洞中的魔物会被震醒过来 这鬼地方风起风停没个定准 群魔随时会醒 此地有时方风磨印 以你现在的修为 在里面使不出灵气 不要再耽搁了 哦 知道了 西平听完 很镇定的一点头 那你在我戒子里委屈一会儿 什么 庄王的灵骨上 几乎滑出火星来 西平只听他声音里 竟带了几分 气急败坏的异味 别乱动我的 我的灵骨 你看不出那风磨印 是我镇着的吗 你没见你之前的人 只敢取义小节耻骨吗 你 他这话音没落 两人就同时听见 山谷中乌烟的风声 微微变了调 庄王陡然变了脸色 徐师傭 你快点给我离开那 西平依旧没动 这些魔有多厉害 传说中神魔大战的内容吗 庄王让他问得几乎要心梗 这小子读书的时候 交拔辩不开窍 人送绰号 气煞先生 用不着他那么机灵的时候 永远能文准狠地切中要害 当下只好含糊地说道 差不多 知道厉害还不快走 西平道 我不信 庄王点点点点 西世雍怕不是九霄云上派给他的天谴 天谴缓缓说道 神魔大战 我听师尊讲过 是禅退老祖宗散尽修为 以身世魔 才得以封群魔于无度海 三哥 你就算有先天灵谷 也是凡人 这里面关的魔头 不是远古魔神那种级别的 庄王头痛欲裂 什么急的也能捏死你 捏死我 没什么了不起的 蜀国养的金甲征都能一屁股坐死我 可玄允山有四大长老三十六封住 西平根本不管音调越来越不对的风声 我不信你一具反骨就能震住的群魔放出去 能让这些大能束手无策 你之前 最近的灵谷是瑞王殿下的 你不要骗我 我从书上查到了 瑞王殿下过世的时候还没有你呢 就算你没出生他们就取走了你的灵谷 中间也相隔了近二十年 风魔印二十年没人震也没事 庄王点点点点 他也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会在这种时候听说西式庸会读书了 呜呜一声 风中传来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尖而细 在山谷中起了回音 地面隐隐地震动起来 原本刻在地面上的明纹凸起 腥味弥散开 天色浑浊起来 起了血雾 风印不能二十年没认证 但祭品可以 这些魔物二十年想必也饿不死 西平现在可以说是 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从耳不闻这足能下尿 易达赵振威的笑声 探手从戒子中摸出他备用的配件 是谁在这鬼地方豢养魔物 是谁抽了你的灵谷 把你压在这 我要出去砍了他 知道是祭品 你还要虎口拔牙 西世雍你 庄王一句话还没说完 与自己灵谷之间的灵感 陡然断了 他九年前设法挣脱了 自己和灵谷之间的联系 是因为灵谷被西平 这个有深邃因果的人触碰 才重新感应到 此时又断 代表西平那混账一句人话不听 直接把他的灵谷塞进戒子了 西平从祭台上抢抢了灵谷的瞬间 山谷的天都变了 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响起 千丈海底下饥饿的群魔被他激怒了 西平神色纹丝不动 今天就算是天塌下来 他也要把这具灵谷带走 京平的天沉得好像快砸在人头上 广运宫上起了浓云 忽然一声反常的东雷落下 将宫墙与大殿沿上的锐寿 都映得猙獰起来 停不下来的 太明皇帝缓缓地摇摇头 周家停不下来了 永宁侯击翘道 周氏老祖宗舍身是魔 用自己填了无渡海 功在前求 难道非但不能因弊子孙 还要将以身是魔 变成家族使命 若你们不自愿 我不幸悬影仙山 会公然要求 你们拿人来填无渡海 陛下 你们就这么舍不得 这把身不由己的龙椅吗 太明皇帝愣了愣 随即摸着下巴笑道 郑德 郑德 你可真是 郑德人如其名啊 永宁侯一愣 诸神之战早过去了 五大仙山 哦 如今剩下四大 格局已定 世间清拙分开 上古魔神都已经陨落 什么魔窟 是我悬影三十六封 荡不平的 要凡人去镇守 被压在无渡深渊几千年 魔神也该饿死了 永宁侯隐约意识到了什么 后继突然冒出丝丝凉意 这把身不由己的龙椅 你说得对 太明皇帝滴滴地说道 我周氏自古是伏魔一族 几千年来 百代仙辈为这设计 丹经绝律 树叶难安 当年是我周氏 让出悬影仙山给南盛 设身填了无渡海 这江山我们做得名正言顺 如今却要处处为那些所谓 悬影大姓彻种 八百年前 天生灵谷的端瑞大长公主横空出世 全族欣喜若狂 以为周氏在仙山 终于要有一席之地 可结果呢 周氏算什么 悬影掌控人间的一条狗吗 仙人们都忘了 伏魔人必有驱魔法 戒药都是生在毒物旁的 老皇帝说到这儿 脸上露出些许癫狂神色 无渡海是悬影仙门的星辰海 唯一一处找不到的地方 是我族反抗天道之机 安阳既已准备好后事 说明悬影山已经查到了 南矿灵石窥空 你猜那些灵石去哪了呢 永宁侯瞠目结舌 良久对上太明皇帝那双 布满血丝的眼睛 你们疯了吗 历代被选为祭品的先天灵骨 都只有在死到灵头时 才知道自己的命 这也是为他们好 好歹在人间短短一生 是快活的 就算他们知道 千丈无渡海压在身上 他们也无法对外人泄露出一个字 岂不太痛苦了 这些痛苦是由我们这些 这些厚颜无耻 靠清人血肉上位的卑鄙之人来背的 我们只能背着这世青之罪走下去 否则就是让他们的血肉恍然 太明皇帝叹息式地说道 赢没有亲兄弟 你猜为什么